新北市別墅經傳雙失明案 英明男子因為一段時間 沒有與父親見面 想要回家一趟 一到家門前看見 大門上貼滿了水電費的催腳單 加上一直聯繫不上父親 驚覺事態不對 但是自己又沒帶鑰匙 趕緊找來鎖匠開門 沒想到進到屋子裡 卻經見父親與妹妹 已經脫水乾枯的屍體 據瞭解男子父母分開住在不同住處 男子父親與妹妹同住 附近鄰居表示 平常經常與死者有聊天 因為疫情才比較少碰面 對於發生這樣的事 感到十分惋惜 警方獲報後到現場調查 發現現場沒有留下遺書 一樓門窗完全鎖住 二樓的落計窗開啟 而且電扇開關也呈現開啟的狀態 也沒有任何破壞或打鬥的痕跡 初步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至於全案死因 警方仍在調查當中 記者 朱金龍 張志仁 基隆報導 確實在是在一起 並沒有任何必誤的 確實在是在一起 天津派上的散歩 並沒有任何秤 在一起 靠近鎖住了